美妆博主的早C晚A 早杀 炸它 晚杀 炸它 这个呢就是我这几年坚持在喝的早C晚A补书师 很调称 我跟你讲 所以呢正在健身或者是有这个体重管理需求的姐妹啊 都给我安排起来 首先这个榨汁的水果一定得洗干净啊 哎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直接用这个清水一洗 或者是用食用剪泡一下 但其实啊 清水对那些农药材料啊压根没用 食用剪呢还会破坏水果里的营养成分 水果没洗好 啊这还整啥早C晚A啊 所以呢我都会比你们多一个 用这个系列 你看这个水这么脏 这个加烟果树像 通过了中卫安食品纪念症 你市面上常见的那些食品用脚更安全靠谱 用它清洗完的果树是可以直接出口的 什么农药啊化学残留啊 通通给你带走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就是三重米精华 天然的五物 洗完出口就很安心 不像你啊 用一般的或者是便宜的洗剂剂 就总感觉洗不干净 还有化学残留 而且洗完之后也有一股子科技相经味 你用这个就不会 而且像那些平时很难洗的 什么粮梅啊 蓬泡啊 你用它泡一泡就会很安心 用的时候也很简单 就挤在水里稀释一下 然后把水果倒进去 浸泡一会儿 后后用清水一冲 你看干干净净 它呢还有清肤级认症 温和不上手 洗完之后手都还是润润的 对我这种爱美人士来说 真的是刚实 那日常的餐具啥的 也能用它来洗 米汤精华容油特别快 再加上它里面还有素米厨菌因子 那厨菌效果也是有保障的 洗得干净还放心 哎 水果清洗好 这次呢咱们就可以放心来 果蔬版扫西版A了 扫西 一个番茄切块 一个苹果切块 半根胡萝卜 然后加水炸就行了 满满的全是VC 软A呢就是经典组合 蓝莓加半个火龙果 加水炸 入口等小时真的不能马虎 我现在洗水果蔬菜 洗餐具啥的 真是要用它才安心